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超 二位将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发现 今天会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财经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讯星级榜 国务院印发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 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中央与地方保持增值税 五五分享比例稳定 国家卫健委联合多个部门印发 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共涉及药品33项 发盖委印发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将试点建设首批20个左右 产教融合形成事 安纳达昨天晚间公布了 A股首份三季报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同比出现了下滑 美股昨天结束两年跌 出现小幅度回升 纳指上涨超过了1% 再来仔细看一下政策面的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 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里 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 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底退税分担机制 三是后宜消费税征收环节 并稳步下滑地方 强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 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肃财经纪律 推进配套改革 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就在国务院发文的前一天 财税部门发文 进一步加大生活性服务业减税力度 从10月1号到2021年12月31号 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增值税 加计抵减的比例 由10%提高到15% 而这一政策也让相关的文化体育 教育医疗 旅游娱乐 餐饮住宿等服务企业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力 业内人士表示 将生活性服务业的加计抵减比例 从10%提至15% 将缓解相关企业因为增值税抵扣率不足 导致税负增加的情况 加计15% 意味着你原本可是抵10块钱按照规定 那么你现在可以抵11.5 专家表示 此次进一步加大加计抵减力度 不仅会让生活服务型企业减负 还将进一步规范增值税的征管 服务业企业的规模多数不大 供应商往往是一些小商家 他们一般不乐于提供发票 先行的这个加计扣除政策 会是很多服务业企业 向上游索要发票 这会督促原本那些不开票的小商家 也都开始开票了 值得注意的是 享受加计抵减15%的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 仍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最核心的是 企业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 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 要超过50% 这将进一步让生活服务业中的 龙头企业轻装前行 生活服务业的一般大学人 是有明显的 降低政策负担的这种影响 比方说我们说 教育产业当中的 一些龙头的这些企业 体育文化里面 得有一些 比方说我们一些品牌的企业 政策已经出台了 王超从这个政策当中 看到了哪些信号 三大举措 一个信号 就是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条是 均衡五五分享的比例不变 这要追溯到2016年的5月 那银改增之后 很多地方政府 它的主要的税务来源 就是增值税 原来是75%归属中央 25%归属地方 而在2016年5月之后 是50%对50% 当时的说法是 暂行两到三年之后再看 这次确定了 五五分成不变 给地方政府吃了一个定心碗 那么第二点 就是流底退税均衡负担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条政策 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流底税款 简单来讲就是进项税大于销项税 通俗来讲就是企业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 要交进项税 而因为种种原因 它没有在当期完成销售 从而留成了一定的库存 这样的话 它交的税款就会多一些 给资金流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国家为了延缓企业的资金流的压力 出台了这个流底退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既然要退税 那政府就会有压力 地方政府的压力会更大 我们都知道营业这个增值税 它是一个链条税 在收税的过程当中 分享的各个环节 是由不同的这个地方来去收取的 但是在退税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就会由一个地方政府去完成 那这次调整了这样一个均衡的政策 中央会一定程度的 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也是缓解地方的一个压力 第三点就是这个消费税后移 我们都知道消费税 它是一个从生产 包括进口 包括批发和零售 四个环节来成税的 这次后移 也就是鼓励地方政府 要扩大消费的来源 同样也是开源的这样一个动作 还是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看了这条消息以后 杨总的关注焦点在哪里 我觉得总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看似总的这个税率 没有很大的总量的这个变化 但是事实上呢 它是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 其实更有利于什么呢 地方政府更多的去做一些 这个投资性的行为 或者实验的行为 我觉得对于这个下半年 甚至明年一季度的 这个经济下行压力的这个对抗 缓解它这个压力 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事实上就是说 实际上大家对 就是整个A股市场的投资者 对未来经济 是不是有比较大的下行压力 是有争议的 我觉得这个举措 事实上我们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微调 微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其他方面 去年改变自一个 真实代购救命药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让仿制药这个词 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所谓的仿制药 是专利药品结束专利保护期以后 不拥有该项专利的药企 仿制的替代药品 仿制药具有和原盐药 一样的治疗作用 但是因为价格比较低 成为了很多患者的选择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 正式发布第一批 鼓励仿制药目录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次目录当中都包含哪些药品 家住在北京的刘女士 今年33岁了 她生完孩子之后患上了甲姐 虽然病情不是很严重 但是需要终身服药 她常用的佐甲状腺素钠 就在此次鼓励清单中 大概两年前左右 然后这个药断货了 好多医院就没有 买不到这个药 特别是一些临床必须的这些药 常见病或者是 喊见病的短缺药 当我们病人又迫切的 有的时候是只能用这一个药 我们又开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焦虑的 目前我国通过 国家组织集中采购等机制 推动仿制药价格大幅下降 去年以来 仿制药价格平均降幅在50%左右 患者刘金柱告诉记者 此次清单里的 安脊西酸 是他和很多病友经常要服用的药 主要是控制癫痫和抑制肿瘤 如果未来国家可以上市这个仿制药 他和他的病友们将受益 一盒的大概的价格是 1200人民币 患者最高的用量 可能一个月需要两盒 大概一个月就是2400块钱 一年就是3万左右 能够解决很多的患者的一个 用药的一个经济的问题 专家表示 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一共33种药品 都是临床必须 疗效确切 供应短缺的药品 相比高价的原盐药 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治疗作用 同时由于相对低廉的价格 仿制药成了患者减轻医药负担的选择 廉价短缺的药品 这是一大类 第二类可能就是一个 专利到期了或快到期的药品 还有一种就是抗肿瘤药 儿童用药 罕见病用药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重大的传染疾病的 这一类的药 第一批鼓励仿制药目录的出台 不仅对患者来说是巨大的福音 对我国仿制药生产企业 和整个行业来说 也将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北京一家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其实仿制药企业 也是需要时间资金投入 进行相关研发 公市的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进一步明确了医院的临床需求 也让药企避免了盲目性 研发和生产药品更加聚焦 目录中有部分的罕见病用药 我们的企业已经开展了 三个产品的研发 罕见病用药量相对少 但资金的开发投入 并不少 周期较长 在药品审批审评方面 缩短时间使药品尽管上市 为了加快仿制药的审批 从2018年到今年8月底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已对214件仿制药进行审核 并纳入优先审核程序 其中包括儿童用药 罕见病用药等 对于卫健委第一批 公布的33个药品清单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对这个进行审核 在保证这个产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 加快这个药品的上市 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 高质量的仿制药 业内专家表示 仿制药是全球各国医药市场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行业的前景非常广阔 2018年的时候 仿制药的市场占到1.1万亿的规模 按照国际通用民药物的发展的增长趋势 就是说每年10%左右 那么在2022年到2025年 有可能很快可以达到1.5万亿的市场规模 目录已经发布了 王超有什么新期待 确实刚才提到的 我不是药神 去年这部爆款电影 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痛点 就是患者和仿制药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 在缺乏这个法律保障 以及政策指引的前提之下 一方面患者买药非常的贵 买不到好药 另外一方面 假药横行 劣币驱逐良币 那如今这样的一个目录公布之后 也是给患者很多的福音 我们知道医生原来开药 因为要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他总是三间其口 而去选择开这些昂贵的原言药 现在医生心里踏实了 药企有了明确的方向 患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好药 那要问我有什么期待 我的期待就是 未来更多的物美价廉的好药 再逐渐的出台 我们不再需要药神 杨总怎么看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 我觉得其实医药股在未来 应该我们要非常看好 因为医药股本身 它上涨的机会是很好的 但是由于一些外部的一些限制 使得它有一阵的调整 我们觉得随着国内对仿制药 或者对原言药一系列的 支持性政策 未来这一块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昨天收盘以后 安纳达率先公布了三级报 意味着2019年三级报披露 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本周还有哪些公司将公布三级报 一起来了解一下 安纳达10月9号盘后公布三级报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89亿元 同比下降7.94% 实现净利润3946.51万元 同比下降40.87% 随后 奥斯康发布两市第二份三级报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6.38亿元 同比微降0.73% 净利2.06亿元 同比增长11.41% 本周还有另外五家上市公司披露三级报 分别是许记电器 奇祥腾达 拓维信息 全通教育 募员股份 其中亦有三家公司披露业绩预告 募员股份业绩预增幅度最大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3亿元到15亿元 增长271.23%到328.34% 许记电器预计净利润为2.56亿元到2.90亿元 增长65%到86.45% 三级报大幕正式拉开 如何来决金 怎样来防雷 投资者的心态各不相同 根据万德资讯的统计 截止到10月9号 沪深两市总共有522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三级报的业绩预告 其中238家上市公司业绩预计 占比是46% 这里面138家预增 50家略增 42家纽亏 8家续盈 扣除不确定盈亏的50家公司计算 预计公司的实际占 披露业绩发展方向的公司的比例 是50.4% 下周还会有100家公司公布 2019年三级报 不乏市场重点关注的多家上市公司 贵州茅台将在10月16号公布三级报 白酒龙头的三级报将会怎么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安防龙头海康威视 将在10月19号公布三级报 公司三级度业绩如何 未来公司发展又有哪些动向 到时候我们会重点追踪报道 三级报已经开始披露了 杨总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三级报整体 可能业绩还是略有下滑的 但是这里边 这个中间有结构性的有亮点 第一就是消费这一块 它是基本持平的 最大的亮点是在于成长股 我们会发现成长股 已经走出了原来的业绩低谷 现在目前是每个季度 都在环别改善 所以我们认为实际上在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机会 王上觉得哪一个板块 会成为行情的主线 我觉得三级报的看点 要看这个两方面 一方面是核心资产 它的绝对的业绩增长 能不能匹配 它现在的一个估值的切换 能不能顺利切换 第二个就是刚才杨总提到的 成长的科技股 目前股价已经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要看到 它整个的一个上涨增长的趋势 如果能够延续下去的话 也就是说PG足够合理的话 那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点的担忧 会不会有部分的成长股 科技股在前期累计涨幅过高 会在三级报小考试的时候 会出现露出马脚的迹象 杨总觉得四季度市场的运行格局 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整个的运行格局 因为刚才提到了 就是可能季报出来以后 整体的业绩它是略有下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四季度我觉得基本是持平的 因为从宏观来讲的话 就是说可能大的来说 经济可能有一定的下行压力 但是实际上国家的 不断地对冲性的政策 不管是货币政策 还是财政政策 都会层出不穷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税收等等的这方面一些政策 所以四季度我认为上下的因素 是基本是对冲 因此我觉得持平 应该是大的概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四季度我们作为投资者 最大的是应该去挖掘那些 未来将在明年 有着比较好的显著机会的 就是刚才他也提到的 科技类的成长股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好的 一个布局时点 王超觉得我们普通投资者 该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来面对这个市场 我觉得四季度 更多的机会可能在于 这种稳增长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不单单局限于基建 什么叫稳增长呢 就是说四季度 我们看到从高频的数据来看的话 有可能在三季度的 10月18号公布的 整体宏观经济数据的情况之下 会有种边际改善的迹象 但是是否要触底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从全球的风险偏好来看的话 美联储在10月份加息 可能成为一种必然 这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 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也有一定的发力的空间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业绩好 还是说我们的政策更有空间 整体的趋势 应该还是相对谨慎乐观的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适当地 进行短线策略的调仓换股 选择一些安全边际 相对较高 前期累计涨幅较少的 这样的个股 可能更加适合 我们四季度的策略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非常期待中国的A股市场 能走出独立的走势 杨总怎么看见 对 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 就是过去其实美股 头一天美股的走势 将会对第二天A股的走势 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现在我们发现的是 A股其实和外盘已经脱敏了 基本上可能说外盘跌了很多 那么我们反而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觉得就是说 A股逐渐的长期的脱敏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能会未来一两年 都会成为一个常态 王超总看 当然A股走出独立的行情 从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的 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具有韧性 并且我刚才提到了 在全球的宽松的环境之下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 我们货币政策的一种稳定 保持一种合理舒服的 这种利差的话 也会吸引全球的一些资金 来进入我们的A股市场 所以反而来看的话 也许会是一定程度的利好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昨天发开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从2019年开始 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计划单列市 试点建设首批20个左右 产教融合形成市 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 将改革向全国推开 试点城市应该具有比较强的 经济产业基础支撑 和相对集聚的教育人才资源 具有推进改革的强烈意愿 推出扎实有效的改革措施 发挥先行示范的引领作用 确保如期实现试点的目标 先来问一下杨总 你对这些 这个方案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哪些板块会受益 我觉得整体而言 其实这里边解决 主要还是在于科技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 就是说科技的人才 它的科技成果的转化 在过去 中国其实它通畅性是一般的 那么随着这个产教结合 产生结合等等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推进 随着试点 由20家到50家 甚至到未来的更多 我们觉得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人才的很好的实现 不论它是从经济上的实现 还是从个人成就感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实现 会越来越通畅 我觉得未来对于科技股 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股很多 实际上它的技术 在国内一流的占比并不高 只有那几个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我们可能 以前大家都知道的 新能源电车等等 这个方向上的 那么其他我们觉得未来 我们可能会在三到五年内 在更多的科技领域里边 会走到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方向上 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王超的看法是 我更关注这个政策的落实 我们都知道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最贵 那人才的培育要靠教育 人才的这个舞台 要靠产业 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以说是又一次 顶层设计的一个大手笔 直接剑指这个 整个我国经济的 这个服务升级的 这样一个大的战略 那么现在大的战略 已经定的情况之下 战术上我们如何去落地 原来说到产教融合 总是觉得有一点点 两张皮融不进去的感觉 那么在接下来 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 如何去建立一个双方利益 或者说多方利益的 一个利益的磁场 去把各方的这个利益 这个吸纳起来 我们在求同存异的同时 还能够彼此相互赋能 这需要艺术 但是我相信 我们会把这方面做得更好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诺贝尔奖的最新消息出来了 瑞典当地时间的 10月9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来自美国和日本的 三位科学家 因为在锂离子电池 研发领域的贡献 获得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三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 分别是 美国科学家古迪纳夫 英国裔美国科学家 威廷汉 和日本科学家吉野章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示 三个人的研究 使锂离子电池的 使用方式更加稳定 而开启了电子设备 便携化进程 为打造一个 无限互联的社会奠定基础 据报道 三人将平均分配 900万瑞典克朗 约合646万人民币的奖金 在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中 被誉为 锂离子电池之父的 美国科学家古迪纳夫 以97岁高龄 刷新了诺贝尔奖 获得者最高年龄记录 古迪纳夫30岁 才开始攻读博士 58岁发明五酸锂电池 75岁 以磷酸铁锂电池 再次改变世界 90岁以后 开始研究全固态电池 对应A股市场 锂电行业的上市公司 阵容可谓十分的庞大 从上游的锂矿资源 到中游的锂电材料 和锂电设备 再下游的各种消费 电芯和动力电池 中国的锂电产业 早已经具备了 完整的产业链 锂电池行业公司 达到了92家 最新的市值规模 是1.16万亿元 其中 宁德时代比亚迪 易北里能 天启里业 干风里业 先导智能 等一批行业龙头 也成为了 A股市场上的蓝筹白马 当前我国动力 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巨大 但是行业竞争 越来越激烈 行业整合 正在持续地进行当中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 今年以来 锂电池板块表现不太好 板块涨幅只有15% 略低于大盘的同期涨幅 昨天受到消息的刺激 锂电池板块午后发力 易为锂能涨停 东方金工 精锐股份 和胜股份 闽东电力涨幅超过了5% 十一小张价 已经过去了 不断增长的出行人数 让大家对于整个旅游产业规模 有了更高的期待 同时普通的出游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消费者更高的追求了 邮轮旅行 已经成为了当下 百姓的热门选择之一 专业分析认为 邮轮产业链市场巨大 可能会超过千亿 邮轮产业链是以邮轮为主要载体 休闲 观光 游玩等为具体内容 围绕船舶制造 港口服务 后勤保障 交通运输 游览观光 餐饮购物和银行保险等行业 形成的产业链条 邮轮产业链上游为邮轮船厂 主要包括邮轮的设计 研发和制造 中游邮轮公司负责 邮轮旅游及运输的经营管理 下游是在港口码头 衍生的邮轮旅游相关服务 继上海提出 建成世界一流邮轮中心 邮轮旅游经济贡献 显著增效的发展目标后 近日 海南省政府决定 成立推进邮轮游艇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 将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 促进邮轮游艇产业 高端要素资源 集聚海南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邮轮游艇全产业链 将海南逐步建设成为 邮轮游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中国邮轮经济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十分迅速 目前 中国正在使用的 国际邮轮港口有15个 正在规划建设及升级的 邮轮港口6个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邮轮市场 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 在政策推动下 2018年以来 中国邮轮经济开始进入 全产业链构建阶段 邮轮建造取得实质性进展 并不断探索新技术 好 有关邮轮产业的投资机会 马上电话来连线 天风证券社会服务业研究员 杜雷 杜雷好 嗨 您好 先生好 你怎么看待邮轮产业的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说 首先在我国这种邮轮产业 不断的这种发展 我们会发现 现在这个邮轮上所承载的 不光光是这几千名的乘客了 它还有整个的这个业态 随之伴随的像餐饮 休闲 娱乐 住宿 旅游 这种庞大的消费 所以我们会看到邮轮 它是一个涵盖了上中下游 三大产业区块 一个巨型的这样一个产业链 包括上游的这种邮轮制造 中游的这种港口建设 邮轮服务 以及下游的这种邮轮母港 向邮轮程式物资的这种延伸 所以我们认为邮轮产业 应该说是中国经济 未来转型升级的一块重要的领域 我们是非常看好 这一块领域的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我们会看到 国家部门的扶持政策产业 也是在频发 各个企业也是在加速这种布局 邮轮产业 相继发布一些政策 来促进这种产业的深化发展 那么目前我们认为 国内的这个邮轮产业 尚处于这种发展的阶段 所以主要还是在围绕一些 海外的邮轮服务公司来服务 承接一些国外的邮轮的港口服务 那么上游的这种邮轮的制造 和中游的邮轮公司的邮轮消费服务 也相对比较的欠缺 那么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内 我们认为在国家大力发展 这种居民的消费前列 它不断攀升的位置下 我们会认为说 上游的邮轮制造维修 以及中游的邮轮服务 邮轮培训 邮轮旅游 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 也建议各位投资者 关注那几条重要的主线 第一个是拥有这种 自主的邮轮建造能力 自主运营 自主管理的这种邮轮业务标地 那么第二类是具有这种 服务国内外大型邮轮公司的 旅游的这种标记笼头 那么第三个是具有这种 基于现有邮轮产业格局 打造综合的邮轮母港的 创新型母港建设的 这种生产标地 好 谢谢杜雷的分析 接下来再来问一下 王超版你对邮轮产业 未来的发展前景 你怎么看 其实中国邮轮旅游产业 在经过了十年的发展之后 已经得到了一个迅速的成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 游客第二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市场预计到了2035年 邮轮的年运数量将达到 1400万人次街市 中国也会成为一个 全球最大的一个 邮轮的旅游的市场 我们说到邮轮 可以从两方面来去看待一下 一方面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 服务和消费 我们都知道在最近 海南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两个副省长去挂帅 专门领导小组就是针对 邮轮的产业去决定的 为什么一个省会成立一个 针对一个产业的领导小组呢 这要和海南的定位有关系 国际旅游岛 邮轮作为一种旅行消费的方式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它不光吸引国内的游客 它也会吸引很多国际的游客 而在国际的游客去进行 邮轮停靠港口 或者说到一个城市去进行 消费的过程当中 它会对消费有所体验 而势必会有很多一部分人 再次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 去进行一定的再次体验 和深度的游客 这会对于经济的成熟效应 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 所以海南会专门着力发力于此 发力于此 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邮轮的制造业 我们很难想象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产业集权 那这种大型的豪华邮轮 对于中国这个船舶制造业 的一个要求非常之高 因为它被誉为是这个船舶制造工业的 三颗明珠之一 另外两个是谁呢 航母和巨型的这种 液化天然气的一种运输船 所以说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好的消息 是在本月的18号 上海将会建造我国第一艘豪华邮轮 届时也会有千亿级别的相关的产业 去进行一个服务和升级 好 谢谢王超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外盘的相关情况 9号美国纽约三大股指和欧洲三大股指 全线上涨 同时国际金价也出现了小幅上涨 受到国际贸易前景乐观的情绪提振 截至9号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7%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9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大涨79.96点 涨幅为1.02% 板块方面 标普500指数 11大板块全部上涨 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 欧洲三大股指9号当天也全线上涨 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33% 金融类个股领涨 工业类个股领跌 法国巴黎股市CC40指数上涨0.78% 德国法兰克福DEX指数 比前一交易日大涨124.06点 涨幅为1.04% 来看油价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04美元 收于每桶52.59美元 微跌0.08%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08美元 收于每桶58.32美元 涨幅为0.14% 金价方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12月黄金期货9号比前一交易日上涨8.9美元 收于每盎司1512.8美元 涨幅为0.59% 北京时间9点31分 现在互生两市已经开盘了 来看一下数据情况 首先来看央视财经50指数 6769.15点下跌了16.16点 跌幅是0.23% 上涨指数2921.07点 下跌了3.77点 跌幅是0.12% 深圳城指9498.36点 下跌了8.19点 跌幅是0.08% 创业版指数1633.01点 上涨了10.59点 涨幅是0.65%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小版指数5996.56点 下跌了2.96点 跌幅是0.04% 好 现在两市已经开盘 请出今天的盘面观察员 北京凯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胡云龙 为大家介绍开盘情况 有请胡先生 好的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盘的市场走势 那么隔夜外盘应该说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 看上去这个三个指数都已经上涨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隔夜的外盘 应该是受到美联储的发言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发言过程中 既有这种对经济的信心 当然也有对这个市场后期的这种担忧 所以说市场我们从这个走势可以看一下 那么出现的这种上涨 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高开性质的 小高开 然后出现了冲高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 处在一个循环高点 不断下移和循环低点 这个不断上移的一个区间走势里面 那么对于这种走势 我们一般可以认为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一个中性的 就是说外盘市场对我们的影响 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性 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市场的 自己的走势 那么今天上证户指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小幅的低开 那么昨天尾盘出现这种拉升以后 它出现这种低开走势 实际上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 是很正常的一种惯性的一种走势 但是这种走势的话 其实最近这个盘面 对于这个投资者的影响 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 就是大家有点小纠结 那么这种小纠结 实际上是看到了 这个十几个交易者的调整 对于这种调整的话 很多投资者对于目前 觉得这个到底是信心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不足 但是大家可以要看 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 比如说我们从长期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240点反弹到388点 到现在为止的话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什么 处于一种强势上涨之后的回调 这个上涨之后的回调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是有点什么 有点时间长了一些 但是这种时间长短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看看这个成交量 我们会发现是呈现什么 呈现这种上量 放量之后的上涨 然后回调就会出现缩量 就是它只要上涨 就是呈现放量 回调缩量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说明什么状况呢 说明它符合非常 非常符合什么 非常符合二浪回调的 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至于最近连续 十个交易日左右的 这种回调 虽然说我们给大家 感觉上有点弱 但是实际上 它从走势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完全还是沿着什么 沿着年线 你看 沿着年线在震荡 那么沿着年线震荡的话 就符合什么 符合注底的条件 所以说像以目前的 这种市场走势来看的话 大家尽量要去忽略什么 过短的这种走势 去关注它这个整个结构的完成 那么根据我们个人的 这种经验来看的话 它这种成交量能 和这个价格的 这种配合来看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是完全的这种 筑体形态 而且它的这种筑体形态 大概率会以 什么样的情况来结束 是一个收敛衰竭形态 所以说大家现在 不妨保持一些耐心 等待调整的这种结束 那么后期的市场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它并不是很悲观 这种走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的这个板块 今天这个市场行业的 这个板块 其实全行业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了 像这个全行业里边 有昨天涨停的 数字乱升 远远运输 是吧 江村振兴 数字货币 其实有一个板块 可以给大家重点的说一下 就是数字货币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 一个板块 那么之前我们很少去关注 说这个数字货币 大家可能很陌生 但是由于最近各个国家 央行对于这个数字货币的 持续的关注 实际上对于这个新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给予持续的关注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演化成什么 演化成这种趋势性上涨行情 当然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板块里边的股票 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在研究 这个市场的情况下 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更专一点 就是现在要把大盘 稍微忽略一些 重点放到什么 个股的研究上去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胡先生的分析 稍后继续关注其他资讯 我们再来关注金属市场 最近国际黄金价格 不断地出现上涨 带动了消费者购买 和投资贵金属的热情 在不断地攀升 那么铜属贵金属的白银价格 最近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 和湖南郕州发挥的报道 在深圳罗湖区的一家首饰品店 记者看到这里白银首饰和银器具品种 比较丰富 很多顾客正在选购 店员告诉记者 尽管近期白银价格出现上涨 但这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相对于我还是比较喜欢银食品多一点 我现在呢会比较选择一些 就是银制的这样的一个器具 目前和张女士一样喜欢银器的消费者群体 在不断扩大 我们的价格也会上调15%到10% 反而我们8月份到9月初的时候 银杯的销量翻倍了20%左右 目前的话银杯银碗银勺 它是占销售额的85%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波白银价格的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市场需求的增加 推动了白银价格上行 根据世界白银协会发布的 2019年世界白银调查报告 2018年 全球白银实际需求创下三年新高 超过10亿盎司 较2017年增长4% 与此同时 全球银矿产量连续第三年下降 2018年下降2%至8.557亿盎司 应该说呢 整个白银的产量呢 是在不断地下降 但是呢 对于白银的需求呢 是在不断地增加 我们看到包括工业需求 还有消费需求 这样的一些需求的量呢 在增加 湖南郕州的永兴县 回收野链金银 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每年再生白银产量 占了全国白银产量的 四分之一左右 市场白银需求的增加 也让再生银的产量 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彭志平是湖南省 郑州市一家废渣废料中 回收野链工厂的技术负责人 在他们工厂的电解车间里 六条电解流水线 全部在运转 电解池边挂满了 加工好的粗银板 彭志平告诉记者 往年夏季都是白银生产的淡季 但今年却特别忙 每天都是满负荷生产 同样忙碌的 还有郑州当地家 银材料半成品生产工厂的工人 工厂负责人王强告诉记者 2011年底至2019年初 白银价格一直维持在 3300元一公斤左右 但从6月份开始 白银的价格就一路上扬 到了9月10号 达到了每公斤4800元 现在随着科技的一个发展 整个白银的工业用量 是越来越大 包括一些高端电路 一些高端的杆光材料 这块的用量也大 所以这个需求 是一直在不断地增大的 记者了解到 永兴当地并没有矿产白银出产 所有的白银 都是从三费原料中提炼所得 永兴金银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年 再生银产量为2265.5吨 预计2019年全年 当地再生银产量将超过2300吨 近期再生银原料的价格 也出现了大幅攀升 每吨再生银原料价格上涨了100万 涨幅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银价出现上涨 对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玲 你的观点 我总的来讲 我觉得就是银价的上涨 对资本市场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提振了 再一次提振了贵金属的板块 因为其实今年以来 我们看到的 前一段时间比较显眼的是黄金 整个黄金的这个 在短期内其实上涨了30% 这个是相对比较罕见的 一般像这个黄金 它其实是缓慢的上升趋势 那在这个带动下 我们发现银价也发生了 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觉得它 在整个贵金属的这个板块里边 会有一个逐步的 一样的蔓延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觉得 可能在贵金属这个板块上 大家是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也不能说指望 它能有一个持续的 以这个加速度持续的 上升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短期来看的话 可以关注贵金属里边 其他的在带补涨的 包括银 但是就是说 从长期来看 尤其是从这个拉长看 一年到一年半的 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可能不能它做太多的指望 好 谢谢杨总的分析 稍后我们来关注 最近市场当中的热点银行股 正在直播的交易之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国庆长假前后 A股市场银行股人气渐距 周三银行股更是成为了 大盘的稳定器 我们在市场里发现 针对银行股的表现 杨荣在最近提出了 估值筑底 政策助力的观点 围绕这八个字 今天我们演播室就请到了 中信箭头证券 证券银行业的 首席分析师杨荣先生 和兴时投资的 总经理杨玲女士 来一起为大家点评 银行股的投资机会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估值筑底的这个提法 杨总能不能做一个解释吗 可以的 就是银行板块 历史上最低的估值 是0.7倍的PB 那么像今年 在8月17号到9月份之间 银行的估值 一直都在0.72倍左右 所以我们认为它已经 就是目前银行股的估值 已经达到历史的底部 杨玲女士怎么看 我觉得整个来讲的话 其实呢 因为我们长期还是比较 相对比较看好 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其实我们在年初 到现在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 其他的板块都涨了一轮 这个成长股也在涨 然后包括一些消费股等等 都在涨 实际上这个银行股 恰恰在整个市场 处于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么当整个市场中枢 抬升之后呢 这些低估值类的 其实不仅仅包括银行股 我们还可以看 其他的一些 这个低估值类的 这样的一个板块呢 目前呢 也迎来了一定的 这个抬升的一个趋势 当整个大家对明年 甚至后年 相对比较看好的时候呢 大家对这个估值 估值中枢的这个预期呢 必然有一个抬升 那么这样垫在底部的这些 低估值的这一类的这一板块 我们都觉得 可能就会在这个三四季度 会有一些机会 刚才杨荣说 现在是估值的底部区域 走出这个底部区域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你的判断 我们认为四季度 应该就会走出这个底部 那么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政策来助 政策助力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9000亿的 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 以及9月底的财政部 公布了这个拨备新政 希望银行去释放利润 这样的话 这些政策的利好 应该会推动银行股 逐步地走出底部 但是从市场表现来看 银行股的表现 明显是落后于大盘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是的 从今年年初以来 整个银行股相对于大盘 是没有相对收益的 我们的确也观察到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因为 有基本面的因素的 就是基本面 行业的基本面是有压力 那比如说今年 行业的近息差水平 是承压的 是由于一个 环比的一个降低 那么这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贷款的利率水平 在逐步地下降 而银行整体的 这个负债成本率 压力还是有的 就是从管的成本还在回升 那么这样的行业的息差 是有所回落的 同时呢 这个监管层也是要求银行 去发放中小微企业 现在利率水平 要比去年要低 那么这样也会拖累 整个银行的息差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这种经济下行的压力 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一季度二季度 经济都在向下 那么银行资产质量 是会有所恶化 不良的水平 是有所回升的 那么这些因素 都会约束到银行的 基本面 虽然这个从板块来讲 是没有相对收益的 但是一些基本面 有优势的个股 它的还是有明显的 相对收益的 比如说这个涨比较好的 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还有宁波银行 还有常数银行 那么它这些 像平安都有70%多的涨幅 是要远远超越市场指数的 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杨领女士 你们专业机构 对于银行板块的投资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说 当它有低估值 如果估值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 有一定的买入价值的 但从长期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 大家担心的因素存在 你比如说 它的银行 未来当经济下行的时候 有一些银行股 它的坏装率 会不会有一定的 抬升趋势 那么第二 其实很多银行股 因为它的贷款的结构 更多的是在一些 回款率相对比较差的 一些项目上 比如说一些大型的 现金回款相对比较差的项目上 比如说大型的基建 包括房地产等等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下 就是说 大家也担心 它是不是能够 很快地走出 就是经济下行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然后出现一件 比较好的业绩的反弹趋势 所以从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 当它出现较低的估值 那么市场中枢 抬升的前提下 那么这些低估值的 这些板块 我们都可以去买一点 作为一个配置 但是从大的 真的整体型的机会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还要等经济 走出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走出上行趋势的时候 我觉得包括银行股 包括一些好的周期股 都才会是真正的 比较好的机会 就像刚才杨总提到的 您刚才也说了 这个估值低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关注的是 明天它会不会涨 所以它现在是不是布局的好机会 杨总 我们认为应该是布局的很好机会 就像刚才杨总提到的 估值低是一个最大的优势 第二就是我们认为 这种政策面会更加的积极 它有助于银行股 整体的估值的修复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银行的业绩表现 相对超越市场预期的话 它也会有助于 银行整体的估值修复 另外还有就是到了年底的话 银行还有一个估值切换的一个行情 刚才你提到了估值切换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机构 已经开始推荐银行股了 这是一个估值切换的一个信号吗 这是还是你那一点 它便宜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事实上我们比如说 比较看好 刚才提到了从三季度 甚至从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 我们的预估来看的话 你科技类的成长股 它是一个环比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同时它的估值也非常高 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在估值高的这个基础上 再去买 可能很多人就会有担心了 但是当整个市场中枢 在逐渐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估值低的这些股票 其实恰恰是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 这是为什么近期 大家都比较关注和愿意购买的 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觉得对于人气的恢复有作用吗 银行股的聚集效应 当然有作用了 因为它盘子大 是吧 你买进去了以后整个市场 它的从指数的效应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逐步抬升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有利于大家恢复信心 然后去有更多的样子一个投资行为 刚才杨荣在我们刚才说到 这八个字里面 还有四个字叫做政策助力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就是说虽然估值到了底部 如果没有一些催化剂的话 银行股也是很难谈起来的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催化剂 就是来自于货币政策的一些组合权 包括8月份推出的LPR 以及后续的全面降准和电象降准 以及8月底的财政部的公布的希望 银行的这种新的拨备政策 这些都是一些政策 由银行股的估值修复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货币政策 这个货币政策跟银行股的走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的关系 能不能再给我们的投资者做一个梳理 货币政策我觉得 因为它影响到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那么就会影响到银行资产质量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全面降准的预期 已经实现了这个全面降准 那么它流动性很宽松 那么有助于经济本身的修复 市场对经济的预期也会逐步的上修 这样的话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善 那么就有助于银行的股市修复 杨玲女士有补充吗 我觉得同意她的看法 事实上就是说 因为大家以前对经济下行太担心了 所以事实上这是为什么 就是刚才杨玲提到的 PB都这么低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当大家随着四季度 甚至明年一季度的 整个对经济未来预期的出现之后 大家会发现没有想象那么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我们就会发现 对银行股过分悲观了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你在三四季度逐步买入 未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的 刚才杨总提到了过分悲观 其实市场当中有一种悲观的观点 就是觉得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 可能是一个问题 杨荣你怎么看 是的 我们认为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其实是约束银行股指 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这也是它为什么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指 不可能修复到一倍以上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那么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政府债务的分享 有所化解的话 那也就相对于能够把银行股的估值弹起来 有助于估值的修复 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 其实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些 风险敞口已经有所暴露 那么这个政策层面也是给了一些 有效的政策来去化解 但是它是通过这种精准 低贯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化解分险的 那包括就是希望银行通过一般性贷款 去置换掉这个平台贷款 和非标融资 这样的话其实是把这个隐性债务 显性化 那么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它这个银行股隐含的不良率 就会有所降低 是有助于银行的估值修复的 另外对于银行本身来讲的话 如果是把平台贷款和非标 转化成了一般性贷款之后 银行是可以相应的去计提一些 确认一些不良 计提一些拨备 那么对这个风险场口 是有一些抵补措施的 那么银行看风险能力 会相应增强 同时对于企业来讲的话 它把这个高利率的这个平台贷款 和非标转化成了 这个一般性贷款 整体的贷款的融资成本率 是有所降低的 但是它的财务成本 也会有所下降 那么对于企业的 这个盈利状况的改善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长期是有助于 整体银行股的固执修复 所以说对地方政府 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一类的银行 哪一类的银行来上市公司 应该来说是各种类型的银行 都会有一些平台贷款 和这个地方成果债务之类的 那么我们看一个比率 看应该就是 地方政府债务占总贷款的 一个比重 从这个角度来 从这个按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是股分支和城商行的 这个占比会更高一些 所以如果这个 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有所化解的话 那么这两个股分行和城商行 它的授予程度 会更加明显 弹性也会更大 其实从市场的表现来看 最近一段时间 有时常会有新的银行股 发行上市 发行上市我们看到 这个估值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比以前已经在市场上 交易的要高很多 杨玲觉得哪一类的品种 潜力更大 我觉得还是要靠这个 看这个标的 那之所以新上市的 这些银行股 它的估值相对比较高 是因为它整个来讲 它的贷款的那个负担 没那么重 所以其实一些 就是现在已有的 一些大的这个银行股 一个当然它盘子 相对比较大 二一个呢 就是整个它的贷款结构 大家会担心 可能会受这个 经济下行的 这样的一个拖累 当然了就是刚才 这个杨荣说的 我觉得也我也非常赞同 就是原来太悲观了 以至于把它估值 搞得太低了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坏张率也不可能 像大家想象的 隐含坏张率 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 那么这一类的 低估值的这些 这个银行股 反而就相对比较有机会了 但是新上市的 这些这个银行股 有一些呢 它是在一些 好的发达地区 并且它原有的贷款结构 相对比较良性 然后呢 它在这些地区 整个经济来讲的话 这个经济结构 也相对比较良性 那么这一类的银行股 我们觉得反而 还会比较有机会 刚才杨荣也提到了说 一部分投资者 对于现有的银行股 过分的悲观了 对于刚上市的 这些银行股 给了一个高一价 高股指 是不是也过分乐观了 你的判断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因为对于这个 新上市的银行股来讲 它有个次行股的效益 所以给了一个 次行股的一价在里头 所以它整体的估值 是要比这个 老的银行股的 估值要高的 那么在这些 因为之前只有老16家 现在已经有33家 上市银行了 有些很多新股 那么现在这些银行中 我们相对看好的 就是一些 零售业务优势 比较明显的银行 比如说常数银行 那么它这个 零售贷款 占总贷款比重 有50% 而且其中都是一些 高息的一些 个人经营性贷款 那么这样的话 它整体的这种 息差的优势 就会非常明显 而且它的这种经营模式 风控也把握得比较好 整体的这个 在零售业务中的 不良率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它整体表现出了 这种高息差 低不良的这种优势 就可以让它的 高益底层长维持下来 对这种银行 我们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像刚才你提到的 这一类银行 你愿意给它 一个估值溢价吗 你给它估值溢价 有没有天花板是多少 这个是 我们是给出 它相应的估值溢价的 但是近期 它是有一些 有一些影响因素 比如说 它9月23号 有一个大费解禁的压力 那么我觉得 解禁完之后 它就会 解禁完之后 它的这种流动性的压力 就会相对更小 那么长期来看 我们是会给它 逐步的溢价上去的 那么它应该比行业的均值 要至少 我估计说60%到70% 这市场都是可以认可的 也就是行业 如果达到一倍的PB的 那这些影响 可以达到一倍的PB 嗯 其实我们从这个 就怎么办 也没办法 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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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